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有兴趣的朋友 到我们网址里面去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我们读报的时间 英国BBC锁定的是 台湾华视误报中国对台开战 一则错误的消息 引发了反应和后续很有意思 台湾的中华电视台 新闻台 就是昨天 早晨的画面 下方出现一流字 新北市遭共军导弹击中 等多条的快讯的字幕 力气引起了台湾社会各界热烈的反应 那么这里面呢 华视立即更正错误 发表道歉澄清的声明 这里面呢 一大方的东西啊 就是说什么呢 跑马灯 新北市遭共军导弹击中 台北港舰艇爆炸 设施船舶损毁 中共备战频繁 总统发布紧急命令 3月6号8号起凶效 战争有爆发之余等等 结果发现了是错误的 因为他把内部的有关战备啊 什么演习的东西给扔清楚了 油管也赶紧直播 说这是错误 那好 这个事情当然就引起乐意 因为很快就更正 但如此重大的错误消息 在社会各界热烈讨论 为什么呢 俄乌战争 大家都在担心 中共会不会趁机乱打台湾 结果呢 这个错误消息呢 就引人瞩目 前国民党主席现任的立委 将启程说 华视的报道已经造成恐慌 这是媒体的报道 而不是一般人在网络上造谣 造成的影响相当的严重 那结果呢 有一点了 大多数的台湾民众的反应是错愕 但是呢感到很亚裔 在台湾街道上没有恐慌的迹象 现在可能这个事要追责 纽约时报不谈台湾 谈了上海 上海的危机敲响警钟 中国多地提前严格的封控 也就是说 帮布 吴湖 怎么回事呢 吴湖也开始 只有一例 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 结果整个城市就封起来 这是受上海的影响 上海这个封控是全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2700万 有人说是2500万 困在家中几个星期 全世界都在集中呢 在上海 但是财新杂志说 中国其实还有2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处于封控 或者严格限制行动的状态 官民认 坚持 每一次对城镇的封控 都让中国更接近击败新冠病毒的目标 当然每一次的关闭 也给两年多来的疫情限制 疲惫不堪的居民和经济带来了负担 上海这个全面封控 给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 所以呢 大家就是 不管怎么说 一粒两粒 噼里啪啦就开始封 不假诗作的封 那么现在来讲呢 中国的官方 媒体 还有高层官员说 中国不会减弱 也就是清零政策的力度 马小伟那篇文章也说了 我国是人口大国 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要旗帜显明 反对当前的一些 反对病毒共存的错误事项 当然马小伟这个论点 也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 和中国人的质疑 无福的封控措施 引起了很多超知过急的批评 中国人也在嘲笑 官员们越来越多的使用 官僚主义 无缘事故的描述 疯狂 比如说静态管理 乌湖呢 市民的感觉是 默默承受的顺从 而不是反对 楚百亮说 如果像中国有些城市 已经承受的那样 乌湖的封城延续 几周或者几个月的话 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小城市现在的惊恐不及 亚洲自由之声 谈到正能量的国师 钟南山的文章 呼吁不要追求长期的动态清零 遭到当局的封杀 嘿 有意思 因此为中共防疫政策的 辩护的钟南山突然转向 呼吁中国政府不要追求 长期的动态清零政策 以要求重新的开放 还有一位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 在刘晓斌 好像是在上海 他质疑政府抗议政策僵化 提出合理的建议 但这两个人的文章 马上在中国的网站遭到封杀 有人认为 习近平的二十大前 不会放松动态清零的政策 这个动态清零政策 当然呢 也引发了一些地区的人道灾难 当然这里面呢 钟南山突然改口 发文 《质疑动态清零政策》 文章惨遭当局的封杀 这篇文章是他跟他的同事关伟杰 在中国首份的英文学术期刊 《国家科技庭论》 发表了一篇文章 关于中国的即将到来的 这个新冠病毒时代 重新开放的战略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 被封杀了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刘晓斌 他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是关于防疫工作的建议 总结归纳 观察上海封城乱象号的一些情况 提出了一些问题 也提出了建议 很快就被微博全面的封杀 他们享受了王思忠同志的待遇 有一位叫做季孝龙的人 那么接受了亚洲自由之声 自由亚洲之声的谈论 他认为呢 这一次中南山的罕见改口 发出了一点理性的声音 但是呢 他拿了那个大金链子 他这次发出的声音 是理性和科学的 首先他应该明白自己是个医学专家 但是现在呢 他不能变成是那些政客 在操纵 这个上海的疫情风控 他认为障碍已经死亡了 这个说法也有点过 法广 他谈的是恐惧 什么恐惧呢 是中国经济是四月起会猛跌吗 这是中国经济 可如何摆放德国跟中国经济关系 是德国媒体这几天关注的话题 德国的电视一台就担心 四月五以后中国经济会下滑 也就谈到了上海封城防控的政策 跟乌克兰战争相提并论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国际媒体的重视 美国之音谈了是中美防长首次的通话 双方再次是各说各话 奥斯丁跟魏凤河通了电话 这是拜登之政一年多来 两国的国防部长首次的通话 跟以往的说法不一样 双方的通稿表述内容都不一样 美方谈的是双边的军事关系 地区安全和俄乌战争 中方强调了自己的立场 那这里面就是四十五分钟的通话 再加上翻译大概也没有什么关键问题 可以取得重大的突破 中方讲台湾问题 造成颠覆性影响 不得利用乌克兰问题对中国进行施压 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 根据中方的说法 那么也有一些评论 兰德公司有个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叫何天目 他认为美方中方这次通话目的可能只有两个 一个是敦促中国帮助结束俄乌战争 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物质的支持 而是警告中国不要利用 世界将焦点聚焦在俄乌战争之间 然后呢就向台湾来挑衅 这说法很多了 当然也有很多他们之间的说法 但有人认为呢 魏凤和虽然是国防部长 但是呢军衔低于许其量 影响还不是很举足轻重 华尔街日报谈了俄罗斯的顿巴斯地区不断挺进西方国家加紧向欧克兰提供武器 这个事情呢就顿巴斯这个港口 马里乌波尔 那么现在来是个焦点 是个焦点 那么现在马里乌波尔军队说是在钢铁厂的底下六层的建筑物 在进行最后的抵抗 英国BBC谈到泽连斯基借机冲刺加入欧盟 他讲的呢 也就是他希望在六月底成为欧盟的正式候选国 那这个事情呢 他强调乌克兰历来是欧洲的一部分 那么现在呢 欧盟占乌克兰国际贸易40%以上 那双方当然有很密切的联系 那谈到了欧盟和乌克兰的关系 好了 法广 那么谈到了联合国秘书长提出 要跟普京和泽连斯基面谈 古特雷斯分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邀请 希望他们分别 以他们两个人在各自的首都会谈 他们之间的3月20号通过电话 但是呢就没有再通话了 那么普京根本就没什么时间尿他 半岗电视台 这篇是外交事务杂志的篇文章 超越俄罗斯跟乌克兰改变地图的战争会再度爆发吗 他谈到一个主要的现象 二战结束以来 以兵顿土地为目的的扩张主义侵略已经明显地退去 发动战争吞并一块新的土地似乎是历史上已经翻篇了一页 是一种过时的冲突 但是这一既定的原则现在正受到俄罗斯跟乌克兰发动了战争的严峻的考验 特别是如果俄罗斯打算把乌克兰整个吞并就诱使许多国家重新行使武力来扩大他们的边界 他认为俄罗斯的入侵跟现在这个时代的本质背道而驰 这个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之死 也就是一个国家失去了对他外交政策的控制 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控制 或是说这个国家自愿放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行为叫国家之死 俄乌战争尤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凸显了反对扩张主义入侵原则的崩溃 这里面讲了这一点是战后的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 如果普京试图在全世界视而不尽的情况之下 吞并克里米亚杜涅斯特和卢干什克 他就会削弱但不会完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 好了 当然西方要保护乌克兰主权恐怕不值得引花 第三次世界大战 特别是冲突可能升级为何对抗 世界没有必要 为坚持反对扩张主义侵略的原则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但是也不能够服事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袖手旁观的血腥的代价 他谈到了历史 自1816年以来死亡暴力的国家中 有一半已经恢复生机 而且一个国家死后复苏的重要指标之一 是出现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 他的强度是侵略国没有办法预测 今天渴望的世界层面上 入侵铃国的国家可能已经从正在发生的事情 吸取了经验 那就有可能逃脱 扩张性入侵的惩罚 但历史会倒退吗 当然现在的整个世界 数十起因为土地边界的问题的纠纷 亚美尼亚阿塞拜将在那海地区的当事方 台湾的命运当然也是两岸要关切的问题 那这里面谈到了普京的问题跟台湾问题 也谈到了俄罗斯这次在乌克兰的战争 远远超过了俄罗斯跟乌克兰本身 如果国家领土完整原则退去 全世界现有的领土争端将一览无余 如果战争的后果仅限于乌克兰 俄罗斯和接收乌克兰难民的国家 则战争铺旧的道路可能会导致 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和反对扩张主义入侵 成为正在进行战争的受害者 当然德国将不得不准备保卫自己的边界 这是对整个国际秩序颠覆性的一次战争 好了 纽约时报 谈到了是东航空难初步调查报告的发布 这个事情呢 国内的很多朋友也都看到了 没有办法解开对坠机的谜团 也就是说 整个报告来讲 飞行员的支数 符合中国商量飞机的飞行标准 飞机起飞前 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飞机上没有装载任何危险的货物 墜机之前跟机组通讯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报告说 两个飞行记录器黑匣子 获取更多证据可能需要点时间 由于这两个撞击很严重 数据的修复分析工作还在进行中 这里面呢 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飞机什么都没问题 飞机往下掉 而且掉得那么的不得了 不得了 这个事情呢 有关这个问题 中国民航安全官员吴世杰 曾经提出警告 很多说法 其中有些推出认为对坠机的原因是 飞行员自查 而最近几天中国航空当局加强了对飞行员的新生健康的检查 那这里面还不能说 目前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结论 第一 钟南山刘晓斌的建议遭到封杀 显示动态清零政策的不可动摇性 连跪着造反都不行 前者钟南山是脖子上挂上金链子的 但金链子不是免死金牌 后者是全国人大代表本来拥有言论的免责钱 但也被毫不犹豫的封杀 不让共存不许躺平 那据说现在连侧卧也不可以 即便只是我们从纯政治的角度分析 直觉的认知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很不正常 于是有人问 钟南山的态度转变是良心发现还是风向有变呢 这是第一 第二 华昂物误报共军攻台闹着一场虚惊 我们注意到了是台湾的民众的处变不惊 没有太多的惊骇 而这一点好像还比较难得 中美防长对话是循励而不是特殊的安排 不可能有共识 还是各说各话 定期说一下哈喽 总比老死不相往来要好 各自放狠话也是一种打开天窗说量化的姿态 因为如果门都关死了麻烦也就来了 第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现在很清闲 泽连斯基普京都懒得理他 没空 这也是目前联合国在国际地位上 国际社会的尴尬的境地 古特雷斯劝泽连斯基和普京跟他见面说话 他已经说了好多次 但是没有人也没有功夫去打理他 外交事务杂志探讨的国家领土完整的反对 扩张主义入侵原则已经受到伤害的问题 其实已经暗示着 他牵涉到新的国际秩序解构和重组的一个趋势 第四 东航空难事件的调查报告 没有完全解开这次空难事件的谜团 这个谜底迟早要见注意公众 所有排除了机械故障的严肃之后 看来焦点就在驾驶舱内 简单说 人的因素 第一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